我们希望在我们手中 可以把我们这一代人 把它砍发掉的东西 把它想办法保留的越多 在地球上对气候 对环境都有好处 想在一个我们还在世的时候 能够看到一个样子出来 我说这已经是很满足 4月1日上午10时 印尼龟桥海南省兴隆热带花园 董事长郑文泰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 在海口举行 郑文泰的近亲家属 生前好友 工作伙伴等 一同沉痛悼念这位为绿色生态 默默奉献一生的雨林渔公 他是桥界的荣光 30年日一日 身居新龙深山老年 守着这片山 护着这片绿 是护绿的追梦人 郑文泰祖籍福建 1945年出生于印尼 1992年 他怀揣着拯救濒临灭绝物种 为海南保护一片热带雨林的绿色梦想 变卖资产 投资过亿元 将上万亩荒地野坡 改造成了鸟漆虫名的绿色天堂 数十年来 郑文泰用实际行动 再现了当代龟桥渔公 他低调地为人 超前的环保意识 和坚持不懈的奉献精神 时刻感动着身边人 正老呢 他对自己的生活 这个要求很低 只要有一口饭吃 有一杯茶喝 他就行了 他没有什么追求 什么物质上的享受啊 到处如山满水 把整个人的一生的经历 放在恢复生态 这个事业上 就是他给人的感觉 就是特别淡泊名利的一个人 就是说他最爱的呢 就是在园里面工作 花园有一个办公室 但是这个办公室呢 据我所知啊 郑总几十年都没有去过 他的办公室 就是整个花园 有时候他自己亲自去照料植物 更多的时间呢 就是他愿意看着别人 因为他年纪大了嘛 大家都不愿意让他动手 工人们有时候种树啊 那个移植草坪啊 或者施肥啊打草啊 他都要在旁边看 在郑高峰的印象中 父亲郑文泰是个坚韧朴实的园丁 他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 关于绿色环保的话题 他告诉记者 父亲最大的心愿 是将绿色的种子 埋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那他的心愿只有一个 就要把中国的这种绿色的文化 绿色的这种思维 贯彻到每个人的心里面 因为他想做的 并不是说我把这几千亩的地 绿色的植物保护好 把这边的生态恢复好 我就成功了 他更希望是以这样的一块立地 以这块的花园为基础 然后向社会 向政府 向管大的民众 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们灌输这种绿色的概念 因为这种才是这种持续发展 郑文泰生前常说 完整地恢复一片热带雨林 大概要经历400年的过程 人的一生很短 需要一代代的人不断努力 为之奋斗 为这个世界 为这个地球 我们做了什么工作 我认为这个是人生才有意义 占知大仙 柠檐 一定 Program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开